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七年前发生了蜡炸 整金世界的汶川大战争 整中就在我的家乡 映秀 在蜡之后 我度过了很长一段昏暗的时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是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下去 所有人都告诉我要坚强 要让过去的过去 生活还得继续往前走 要面向未来 可是有一天 当我真的可以从地震带的沙海中走出 开始新一天生活的时候 我却发现 那套最铭心刻骨的记忆正在蜡色 那些最疼爱的面白 开始变得模糊 那种最熟悉的味道 也在离我远去 地震已经过去七年了 在这七年里面 经历很多 有伤痛 有快乐 当然我们也在用不同的方式 来给自己疗伤 这本书 其实就是我 在这七年当中沉淀的一部分 在书中我们写的都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感受 一些观点 对人生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我们经历灾难 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 疗伤过程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想法 或者是感受而已 我们想用这种方式去记忆住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要选择性 忘记的那些伤痛 什么都可以重来 但是生活不可以重来 因为生命中很多都是唯一的 比如说十一岁的儿子 我的这个 我的六十岁的这个母亲也没了 结发的妻子也没了 这一个又一个的人生巨变 放在谁的身上 可能也不一定受不了 而我呢 非常幸运 有那么多人来关心帮助 所以说这本书 它应该说 通过文字的记录 使把我们曾经的一种美好的记录 或者苦难的记录 都把它继续下来 对于我来说 是我们的一半历史的一个迷惑 那么我们这本书中所记载的 都是我们真实的人生经历 是我们用生命引起的人生轨迹 所以我想这本书更多的 我想就是给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场 巨大人生变化的人的一个迷惑